在史记里 三皇五帝中的五帝是一家子 您肯定听说过其他版本 光三皇五帝就有好几个版本 咱今天就讲史记里的版本 在史记里 五帝分别是皇帝专须帝库姚舜 总的来说 皇帝统一天下 专须帝库继承发扬 姚舜人得善让 皇帝是第一任天子 天子在当时的意思是上天的儿子 人们觉得天是最大的 像皇帝这样的人是上天派起来做领导的 所以叫他天子 第二任天子是皇帝跟他老婆雷祖的孙子叫高杨 也叫专须 第三任天子是皇帝的曾孙子高新也叫帝库 他跟专须是书子俩 这俩人在位的时候就是稳当 继承和发展了皇帝在位时的上升势头 各地风调雨顺 百姓安心种地 一片祥和景象 一晃的功夫 帝库该退休了 得选好接班的呀 有俩候选人 都是他儿子 一个叫智 干了几年不咋地下岗了 另一个叫放勋 大家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 姚 姚干的是真不错 工作上不骄傲 生活上不放纵 干了很多时事 比如说完善立法 其实从皇帝开始就很注重立法 因为他跟种地跟吃饱肚子有关系 姚特意找了四个人去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 确定了四个关键的时间点 春分 夏至 秋分 冬至 让老百姓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了 干得再好也有老的时候 一眨眼姚也该找继承人了 好多人就说您儿子单猪不错呀 试试呗 姚当场就拒绝了 就在姚苦恼让谁接班的时候 一位青年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中 他叫顺 其实也不是外人 姚不是帝库的儿子吗 顺是帝库的叔叔专须的后代 关于顺跟他父亲后妈和弟弟的事儿 大家可能都知道 咱说大家不知道的 顺的眼光非常毒辣 夏商周这三个王朝 就是顺一不留神挖掘出来的 怎么说呢 顺用大雨治水 雨开创了夏朝 派气去搞教育 气是商朝十足 派气去搞农业 气是周朝十足 到这儿您就跟着我读完了 史记五帝本记中的一部分 其实史记这套书要说看原文 我都出头 可是它很重要 我们知道的很多成语俗语故事 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网开一面 管报之交 一言九鼎 一鸣惊人 致大国若烹小仙 将在军 军命有所不受 飞鸟进梁攻藏 狡兔死走狗烹 这是成语俗语 周幽王风火系诸侯 完毕归赵 荆轲四秦王 这是典故 这些全都出自史记 您可能以为史记离您很远 实际上它一直围绕着您 读好书 听历史古文 就搜七月白则 咱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